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 我是分析师Brent 今天美股三大指数又继续的向上走高升 这个道琼斯 他这个图形表现出来已经是一个上涨的状态了 道琼斯已经突破了近期非常重要的压力点 技术图形上这个地方看起来似乎是反转 但是均线还没有呈现反转 就是20天均线和50天均线还没有交叉 但是所谓的金叉和死叉往往他都是有滞后性的 往往在比如说大盘继续往上走高 然后20天均线向上走高 把50天均线交叉之后 往往我们说形成了金叉就是可以向上去做多了 但往往这个时候市场也会开始进行一个pullback 所以我们先走继续看先标普 标普的这个地方是30分钟是一个横盘整理 打到了上方的前期吧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压力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 这个是标普的k线图 挺重的 44724473差不多这块位置 能不能回调呢 我不知道 但是反正到压力了 应该是有一个预阻回落的动作 我倾向于这个地方继续看回彩 纳斯达克这边也是 纳斯达克是突破 纳斯达克这边确实是突破了 倾斜的支撑向上也都给拿下来了 我觉得这个指数呢这些看起来还是非常强势的 好 那我这个这是大盘目前的情况在技术点位上给我们呈现啊 但是NQ有两点 我还是觉得市场没有进行反转 因为第一个就是均线 并没有进行交叉 所以呢我今天在VIP里面讲 就是我首先我的仓位都是继续持有的 我的一万股的SQQ 你们很关心我一万股SQ在不在 当然在 我一万股SQQ哪够 我还有这个NQ的做空仓 我还有QQQ的put呢 所以你们看到的我的那个一万股的SQQ 第一它在我的仓位里面占了不到三分之一 实际上的话我的仓位远大于一万股的SQQQ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买一万股SQQQ就挺多的 SQQQ我还是在的 那我的在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30分钟我想看一个pullback 这个一轮上涨行情啊 即便是真的大涨涨上去也应该会有回踩的 看一个上升通道 通道之后呢进行一个向下的回踩 回踩下来之后再考虑是否要离场 对也不是说掉下来之后我就一定要止损 我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离场的问题 现在呢主要是这个均线 20天均线和50天均线没有交叉 它并没有给我在日线形态上 给我呈现出来一种说就是要反转的一个态势 整个的均线要往上走 如果20天均线和50天均线交叉 那接下来的这个模式是什么样子呢 均线走上来之后 它继续走高 它可能会有回踩 可能回踩的位置可能会变成14973 那就是基本上和昨天收盘价格的位置差不多 可能是这么一块 假如说突破之后再回踩 那个位置如果能再抬头的话 我会选择这个位置去进行做多 所以我今天和会员们讲 我说呢 也许我们可能下个周大盘如果继续涨 也许可能会因为我们的持仓的仓位配置 也许可能会因为市场情绪 或者说是心态的问题 没有办法再继续持有空头了 我可能会选择把我的空头全部离场 空头离场之后 但是多头我一定会等确认多头上涨的时候再去买 就是突破以后 突破之后的回踩 然后再抬头的时候 我会在那个地方去进场 因为你现在这个位置我想做多的话 我根本都不知道支损点是哪 比如说NQ 我今天做多了 我把空头离场 我反手做多 那我的支损是哪 我找不到 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形 它如果继续换下回踩 回踩到14900 再回踩到这个200周期均线的位置 我觉得是完全合理的 所以你想做多的话 最好等到回踩200周期均线 再抬头的时候再进场 会比较好 然后比方说 回踩200周期均线 这里 回踩200周期均线到这 那再抬头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多 因为那个时候的止损点就有了 这里就是止损点 也许它会击穿200天均线 可能走得深一点 再反弹 那那个抬头 反正就是在哪里 下跌之后的反弹的那个点 在前一个点 就是止损点 现在的问题就是找不到止损 再加上标普 确实是一小时图形 或者30分钟图形 达到的这个压力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不是一个好的进场点 那么标普的这个乖离 在小时线上面 应该来找到的是 50天均线 4420的支撑 和往下4380的支撑 这两个点 是一个向下的支撑点 所以下个周大盘 或者说 我说考虑的不是说 要不要离止损的问题 就是掉下来以后 要不要考虑止损的问题 现在这个位置不考虑 何止一万股的SQQQ 还有那个NQ的做空 还有这个QQQ的put 这个是我整个的这个仓位 有一点呢 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UVXY UVXY呢 今天在标普 涨了这么多的情况下 UVXY最后收证了 是不是挺有点 挺神奇的 挺有意思 我和也和会员讲 我说三天 如果下个周 这种情况 再走三天 我可能会买 10万块钱的UVXY 就会把 就可能SQQ要换 要换到UVXY身上 但是这个要看 就是下个周 如果说大盘又横盘了 不动了 因为我们前两天 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 虽然我还是看空 但是呢 UVXY的这个地方 的这个图形 我的经验告诉我 只要是经过了 一段长期的整理 经过一段长期的成理 把这个整理平台 给它做了一个跌破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就不应该 再继续持有 UVXY了 所以我们也确实是 把UVXY给离场了 没有进 虽然看空 但是没敢对 UVXY进行下手 后来这一连串的 大幅度的下跌 那一样的 下个周 如果说有三天的时间 在大盘往上涨 或者说大盘 没怎么样的情况下 这个UVXY偏强势 强不强 我们一下就能看出 如果的偏强的话 我会在这个地方 经常可能买个 10万块钱的UVXY的仓位 多买点 我感觉可能会有行情 那今天一天 不足有说明问题 需要观望一下 因为毕竟VX指数 今天也是下跌的 没有表现出来 一个过分的强势的状态 但是这个VX 再去试探前期的低点 这个地方 也正好吧 我觉得 所以种种的原因加起来 就让我觉得 这个位置的大盘 不能去 不能叫反转 我觉得不行 而且就算你叫了反转 你也不能进去追涨 很多的头部的公司 还是很弱的 Facebook的这个put 这个put 我还是继续持有 我还是拿着Facebook 你看今天很弱 你说今天涨成这样了 Facebook还是跌的 苹果也不怎么样 亚马逊很好 亚马逊涨了3% 但是苹果呢 NVDA AMD 这些 本应该很强的产品 也没有强起来 然后把这个量能 转给了其他的人 转给了其他的那些 纳斯达克里面的股票吧 情况基本上这个样子 小盘股偏弱势 小盘股是一个下跌的状态 今天下跌了 我还是对小盘股的观点 就是说不去做 做空 但是保持风低买弱 耐心的持仓 如果小盘股将来突破的话 要大胆的做多 我还是对整个的产业链的复苏 比如说整个产业链恢复的话 那我觉得对于这些小盘股来讲 应该都是利好 所以我觉得小盘股 Buy the Deep会比较好 最终这个平台一定会向上突破的 只不过不知道时间是多久 已经震了一年了 从今年二月份开始到十月份 这已经八个月的时间 已经一直在横盘 所以小盘股它一直没有方向 不过横有多长 我感觉应该是数有多高 最终小盘股应该是会涨的 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出现一种情况 做空小盘股 做多小盘股 做空纳指的这个局面出现 不知道 因为今天的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表现得很强 理论上来讲的话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走强的话 对那些成长性的科技股 应该是利空的 所以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看样子还是很强 没有什么 我看不到什么回调的信号 感觉打到二十年均线 可以在这个中层次的 平行通道里面继续向上运行了 这个是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黄金呢 又没有方向了 又开始在这地方震了 打到二百周期均线 完了以后又开始压下来 黄金现在呢 还是一个妥妥的空头排列 你说现在要做多黄金 还是不行 因为二百五十 这八二十 死死压制 还是一个空头的一个迹象 所以说形成 无法形成多头排列 这个产品就没有办法往上做多 其实黄金有好多次 都是这个样子的 黄金从掉下来之后 反弹已经空头压制了 均线压制 你看这个二十线均线 它自始至终 没有凸上去 这个五十周期均线 所以而后又来了一波 这样大的下跌 这个二十线均线 一直就没怎么交叉 所以我现在呢 在看纳斯达克 我也是这么个情况 这是很长时间以来 第一次均线被压制 那么我是觉得 最理想的效果 除非科技股的业绩 非常好 非常非常的好 才有可能 直接微型反转上去 否则的话 还是要大回彩 或者说是在这个地方 局部大震荡 但我现在目前 还是这个观点 但是如果比如说 下个周 奈飞包完业绩很强 非常厉害 我可能我要适当性的去 也要开始做多了 但是我做多的时候 我会先挑钢铁 这些产品 挑这种产品做 因为钢铁 我觉得他们 还是偏向下的 这边有点偏弱势的 盈飞比非常好 如果大方很强 我会挑这种去做 比如说CAT 这种 我可能会 或者3M吧 CAT3M这种 会比较偏弱一点的产品 我可能会挑这种东西 去进行经常交易 好吗 行 那今天是我想分享的 然后这个周末的时候 沃尔老师会有一个讲座 然后大家可以扫二维码 参加这个周末沃尔老师的讲座 还有11月份 我们的小账户 Robinhood的账户 就是从2万 变成6万的那个账户 但是今天呢 他最近有点回调 好现在回到了5万5 那我又是从2万块钱 做到了5万5 这个账户 11月份的时候 我会重新开始做 重新开始把它做出来 然后 就整个就是继续 大家如果没有跟上 这个账户的话 欢迎这个SORI 我们11月份 重新开始做 像我刚才提到的 什么CAT 强生 CM 这些可能都会出现在 我们的全新的这个账户里面 那到底是执行价格怎么选 到期日期怎么选 这个里面就是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讲究 好吧 那我们11月份 重新把它做起来 好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下周见 拜拜